连续三天的云淡假期 很多人会选择走出户外大口呼吸 尤其是拥有壮硕美景的泰鲁阁 更是很多游客心中的熟血经典 不过二号下午呢 一名张姓夫人她走到白杨步道时 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四肢无力 她一旁的先生看到了 吓得赶紧向天翔派出所请求协助 你们刚才是走在那里面吗 还是走到这儿来着 我走到这儿啦 二号下午一对私信夫妻 特别从寿风一路北上来到 泰鲁阁国家公园踏青 要一堵白杨步道的山水美景 不料张姓夫人走到一半时 却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让一旁的丈夫见状后 吓得赶紧向天翔派出所请求协助 天翔派出所所长葛后院 听闻妇人的症状后 也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将私信夫妻再回派出所 并提供糖果、饼干及杨庆瓶等等 所幸经过短暂休息后 张姓妇人的身体也逐渐舒缓 而新城分局长林明峰 则提醒民众 在出外踏青开心旅游之余 也请务必衡量身体健康状况 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徐立琴新城相报导